代表自由的女神像破裂 今内部诞生出的竟然是枪支恶魔 黑剧被秒杀 衰老恶魔献上一切将其复活 话不多说 尽如正片 女神像破裂 人们惊讶地看着她逐渐风崩离析 无数手指指向那里 指向那原本已经被封印的恶魔 枪支恶魔用半成形的血肉举起长枪 子弹上膛 枪支避开能力发动 石子弹壳滑落 一发子弹射出 光是溪流滑过的地方就足以摧毁一切 目标是这栋建筑物后面的电锯人 大楼被瞬间摧毁 指枪没有落下 战争恶魔似乎也被这次攻击吓到 三音回归身体 而他面对的是从未有过的震撼 这发从美国射出的子弹穿过太平洋 竟然将对面的大楼轰出了一道巨洞 为什么 我怎么会忘记呢 也是恶魔啊 三音被吓得呆战在原地 而战争像是潮了一样不断大叫 瓦利从空中落下 乍看之下 废墟之中似乎有东西被打中了 从远处看 没人认得出这到底是什么 当镜头靠近我们才发现 这具已经模糊不清的尸体竟然是黑剧 血液落进黑剧口中 支援而来的恶魔是衰老 我来帮你了电锯人 吃掉我的腿吧 接下来是手 下半身 上半身 内脏 最后请吃掉我的头 我与你签订契约 每当你吃掉我一点 孩子们就会死去 多么浪漫啊 你应该能理解吧 电锯人 来 吃吧 契约所需要的孩子们 在士兵的看护下 一一进入了日本政府所准备的房间内 年轻的生命与衰老 在这一刻逐渐消失 电锯人是否会接受契约吃下衰老 战争的下一步 又会发动什么样的能力 我们下周再见